大家好,我是皮疾 大家好,我是班克 Welcome to Piggy Bank Video Class, saving your money 歡迎收看本期的皮疾班克影音教室 省錢又華麗 誒?我聽不到 今天我們要來跟大家來聊一聊 如何錄製清晰的聲音 沒錯,今天本期節目中會介紹四種方便、實惠的方式來錄製聲音 所以我們會講到用電話、用電話的耳機 用這種指向型麥克風 用這種領夾型麥克風來錄音 我們通常最常見的方法就是用手機本身來錄音 當你打開你手機的錄像功能的時候 在你錄下影像的時候 同時也可以錄到聲音 當然你也可以使用手機裡面的錄音的APP 然後來錄製你的聲音 或者你也可以用手機附送的耳機線上的麥克風來錄音 這個就是沙槓麥克風 指哪、錄哪 所謂沙槓麥克風就是指向型麥克風 就是當你把麥克風指到這個方向 就是你可以收到聲音的地方 你也可以用這種小架子來固定你的麥克風 到你的手機上 這個是Livalier麥克風 俗稱小蜜蜂 也就是領夾式麥克風 因為它的好處就是可以幫助你釋放雙手 你手裡不用拿著其他的麥克風了 然後它也是因為很小不顯眼 可以夾在衣服上面 然後你就可以非常清楚的來收聽你的聲音 也同樣要連接到手機上 所以根據你手機不同的型號 你可以選擇不同的Adapter 然後來連接Livalier麥克風 所以當然這種麥克風最好的就是用在像我們這樣的訪談節目的時候 你可以拍出非常漂亮的畫面 因為它手裡面不用拿著麥克風 也可以像我們這樣的節目 我們可以做一些手勢 也不需要拿著麥克風 最後一個小提示 永遠要注意你的周邊的環境 因為會影響到聲音的quality哦 這個差別會很大 給你們錢不要鬧了 你去買飲料喝 記得幫我買一杯哦 我也要一杯哦 所以大家看到我們周邊的環境 真的會影響到我們錄音的質量 所以有時候可能真的會跟你錄下來的 預期的是不一樣的 所以這個是一定要注意的 好 希望大家喜歡我們本期的節目 Don't forget to subscribe 我們之後呢 也可能會介紹更多更專業的這些錄音的設備 歡迎收看我們本期的皮疾班課 以音教室 我們下次見 敲鑽 我們下次見 請你 乾杯